今天这个阵列,我不放记忆体 我可以把它放在什么? 放在假班,假设我今天放在假班 你要不要找不到啦 假班里面埃兰,这边有个清单 把这个清单放这里好了 那其实我觉得Excel VBA的好处就是 如果你用其他语言开发的话 它就只能放阵列 它不能放在其他地方 为什么?因为其他开发语言 它没有像Excel 可以有个地方可以放资料 你说用Java好了,你要放哪里? 可以啦,不过你可能要自己建一个文字档 那是很麻烦 程式写起来就不会很干净 那就只能放正列 可是如果你是用Excel的话 你可以不用正列 不过你要先多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先把你的清单先放在哪里? 先放在这里好了 假设你在埃兰好了 我们中间间隔 记得是放假班 你不要放错位置 假班的这个位置 那当然你将来 如果说你不希望被使用者看到 你可以放很右边 反正让他看不到的地方 可不可以 再把它隐藏起来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反正方法自己可以去做一个 自己去拿捏 好,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我建一个这个范围 那它这个是根据抓这个名称去做排序 所以我要一样 for i 等于什么 等于假设你2到14可不可以 特别是列号 有没有 列号 for i 等于2到14可以了 或者是你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那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以用这个 Ctrl C 复制贴过来 然后呢 我的目的是要 从那个范围里面 那个是一个范围 所以打一个 从范围 这个范围在Excel里面 这个就不用了 这个这个 建立正列不用了 这个就免了 免了Delete掉 感觉好像干净许多了 而且你没有看到那个正列的时候 感觉应该心情会比较好一点点 有的同学看到正列就有点头晕了 好,那如果说我今天 for i 等于第2列到第14列 对14列 好,范围OK了 再来的话就是 序齿 哪一个序齿 所以这边的话 应该是假班 所以这边的话 直接打个假班 假班里面的什么 假班 特别是这个 这个应该是 序齿里面的序齿 因为这个序齿里面 是要抓一个名称 从假班里面的 什么 Sales 哪一个Sales呢 第1列的斗点 I 兰 I 兰 我那个清单是不I 兰 里面呢 帮我去抓 这个清单 这个名 这个名称应该知道怎么来的吧 实际上这个是要这样的抓 就是说我再放在I 兰 那我今天需要把这个名称放到哪里 放在这个瓜虎里面 那怎么表示 就是从假班 有没有 的 他的 他的 这个工作 这个 I 兰 的 从二 OK 应该知道这意思吧 应该看得懂这个关联性 那我们就抓到这个名称之后的话 要移动 那移动的话就一样点move 到哪里呢 before 第几个 第i 可是I这个时候的话 它是从二开始 那如果你移动到第二个 那怪怪的 应该怎样 再怎样 减1 就好了 OK 那如果说今天你不这样写 你也可以把这边1到13 那这边不减1 可是这边 这边的I变成了假1 看你怎么怎么去 有的人习惯是用后面看 有的人是从习惯从前 啊我们刚才用这个从前面看好了 OK好 做完之后的话呢 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这边会抓到假班的第i 那就是假 然后移动到第1个 诶 直到不符 这边2 看一下第1 假班的i 第2列 那如果说假如 这边出错的话 其实可以怎么做 感受加区 有时候我会 在即时运算视窗里面 把这个里面的东西贴上看一下 这个enter一下 前面加一个print 假班 点move 甲班 移动到 第一个的前面 真的有什么问题 那这边的话还有一个 就是看一下我之前写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能够直接把什么呢 把这个东西写在哪里 这里面 因为如果你直接写在这里面的话 它会出错 怎么办 多一个动作 先丢给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 假如说是叫x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特别注意 因为我如果直接这样 逻辑上是一样 是通的 但是 它这边 里面的名称 你不能够直接放进来 因为它是序词里面的序词 他会觉得 到底是什么序词 会混乱 所以怎么办 先把这个名称 丢到x 那这个时候假班 先放在x 然后再把x 放到这边来 再去移动它 来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所以错 这个地方很容易出错 ok 好 所以呢你先怎么样 把这个的假班 先抓到x里面 x里面就是假班 再来做移动 就没问题 你不能 虚词又一个虚词 这样会出错 ok 好 移动假班 没问题了 下一个 再来就移班 比班 ok 好 最后如果说你要游标 移动回 这样就全部排完了 排完了 当然如果说你要 颠倒排的话 刚刚是把这个改成1 其实这边可不可以改成1 这边不用 before1可不可以 刚好像也可以 我试一下 有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你刚刚这个地方 不是用i加1 你把它改成1 又反过来了 结果好像一样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这边写法是 二到十四 我刚才写一样 二到十四 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把它加1 ok 好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很好 好